画面上就是娜娜的霹雳舞表演片段 精彩的演出让基隆市长谢国良立刻变成娜娜的粉丝 谢国良市长除了赠送红包来鼓励恭贺 还赠送娜娜咸淡超人玩偶 而娜娜则回赠市长到法国比赛的纪念冠军签名 好我今天特别来拜访娜娜跟林爸爸林妈妈 来特别跟他们表达恭喜 因为娜娜真的好厉害 你们通通都看到了 然后能够得到这样子国际的比赛的冠军 真的非常非常的了不起 不但是为基隆争光 也是为国争光 这个那你出国会不会辛苦 出国蛮辛苦的 出国蛮辛苦 会不会时差 会有时差 这美国最大 美国时差最大 美国本身自己都有不同时差 那去都还好吗 有没有什么地方需要这个大家多了解或多关心的 就觉得拉拉很棒很酷 那怎么样如果比赛的时候爸爸有什么感想可以分享一下 或者需要需要小孩爸爸帮大家做什么吗 关于训练费的问题 训练费啊 对 怎么说来讲来听听看 因为我做生意的嘛 然后如果要带他出国的话 我生意就只能平板 对啊然后 如果持续这样一直出国 就会负担不起 对负担不起 对对对 了解 所以就会选择可能放弃这一次出国 了解了解 我想说刚刚也跟林爸爸稍微聊了一下 就是怎么样我们师傅可以提供他一个 更能够放心 可以训练 然后比赛 然后继续这个为基隆争光的 这样子的一个方式 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所以我未来会邀请爸爸啦 娜娜有空就来 不然他在上课 我们也不要打扰他 就可以到师傅 我们稍微聊一下 就是说如果有这样子的一个 这么好的一个基础 那怎么样透过这个比赛也好 这个争取更多的title也好 可以让大家看到娜娜的这个实力 也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基隆有这么棒的孩子 可以争取到这些国际比赛这么好的成绩 那我觉得就是我觉得师傅可以扮演的角色 这个小孩爸爸这边可以扮演的角色 就是了解到孩子一个前男 然后了解到爸爸妈妈他们这边长期培养娜娜的一个需求 那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是否可以来多做一些事情 然后也让娜娜一方面快乐的学习成长 但是又可以充分发挥她的潜能 在国际比赛上多拿几座冠军 也等于是多替基隆拿几座冠军 那我觉得这个是很有意义的事情 我觉得先过个农历年吧 先跟你们祝贺新年快乐 农历年一过完 邀请大家过来我办公室坐一下 然后我们来聊一下 那我听说爸爸也有一个计划 那我觉得这样很好 只要有目标 那我们就可以大家一起来思考 如何来完成 那我相信应该有很多企业 也许也很乐意找娜娜 大家一起来做一些更多的这个鼓励 我觉得这都很有机会做得到的 市府会来思考在未来的训练过程 来提供适当的协助方式 让娜娜发挥实力与潜能 在国际赛多拿几座冠军 就是替基隆拿冠军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